其實我們的LOGO會是滿的 跟以往的太一樣 我們的LOGO從原本在像Apple一樣 在上方三分之一處有一個美國的LOGO 我們之前的INFOX也是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LOGO其實我們一開始就很困擾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很想把它放在那上面 那你說為什麼把它擺在下面 因為有很多人建議過把它擺在下面 因為你在拿手機的時候看不到 這樣好嗎 這樣不好嗎 不然怎麼樣 我們的商標應該沒有這麼的不堪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樣 就不想把它移到下面去 那我們要怎麼去移它 INFOX這個LOGO有點麻煩 它不是圖案 它不是圖案 它是一個 它是一連串的字 所以我們在想說這個字的東西 要顯現真的是很難的一個現象 它是一個方向的 所以今天這個LOGO只要放在左上 你怎麼看就是覺得它沒有對象 因為它就是便宜一點 不管怎麼樣 你應該買在這個上面 它就是會便宜一點 然後看起來呢 在ID的設計上 整個就怎麼不協調 所以我們就在想 那好我們將手機分成三中下來講 還有左跟右 我們當然是希望 按照一般手機的配置 用機也就有一下 其實三中下都不能放過 但是因為人家是奇怪的 比較好放 如果你直接說文字 最好放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放狠的 為什麼 其實你從遠處來看 它就是一條線 不管怎麼樣 它不會有五個月生的狀況 也就是說當你今天拿到手機的時候 它上面看起來一樣是沒有LOGO的 中間是一條線 而且是完全全圈的左右對稱 同時底下有一個NFC 如果你今天我們有試的擺過 如果你在跟NFC的關係 上面的LOGO 你有買N的 其實那樣子真的非常的協調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擺向中間 擺向橫的是最好的一個形式 同時我們也希望 使用NFC的手機能夠專注於它的重點 就是金屬的外殼 再加上我們 5.5吋的納銀 所以我們希望你帶 拍照 希望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都是來取這樣的模式 這是我們LOGO眼鏡的一個 LOGO為什麼要買這樣的一個眼鏡 然後這樣 LOGO我們去看 全金屬的方式 是我們今天所推出來的一個核心 試圖想要像誰一樣 像iPhone一樣 試圖想要像他一樣 但是其實很難過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外星不管在什麼像 外星不管在什麼像 裡面的軟體 這是iPhone牆 這是iPhone牆的地方 所以我們想試圖去 貼近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就是一支不需要使用 iOS系統的作用 所以我們的軟體其實很辛苦 想辦法從這個體驗 從 失誤的本質去 發想這樣子的一彎 去放進這個 讓大家覺得很方便 手機 但是這邊的軟體 也是要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呢 這樣子做下來 大家就出現 大家就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疑問 就是iPhone手機 為什麼會出到一萬塊以上 必須跟各位老實講 這個規格一擺下去 真的是超級貴 同時再加上金屬的外框 但是所有 只要是有用過以後的手機 都要跟我們講一件事 就是你不能夠賣外面的手機 要不然就失去那個市場 但是我們一擺完 這是手機 竟然要賣 一十九九九 竟然要賣一萬塊 哇 這個價格一下來 大家全部都嚇一跳 會覺得我們是不是失焦了 所以我們知道 再價再價 就變成今天的這個價格 一一八八八 這是 所以呢 真的是沒有辦法 才會把它貼起所謂的 金萬元的手機 要不然 最好的東西 哇 對不對 所以才會變成像這樣子的一個價格 那 其實我蠻喜歡他的體驗的 其實我本來是這樣 因為這是我的手機 所以裡面的配置 也都是我的配置 我本來是很想投到螢幕上 給各位看 但是 我怕會跳一些那個 很奇怪的訊息 這樣子 然後 他被你們看到 然後被你們看到 我到底用什麼APP 這樣 被你們發現我 剛剛跟PG偷邀電話 好 來 我那時候 我有白子喔 其實不用直接用iPhone 所以其實呢 我希望他過來的時候 你看看就一模一樣 所以我的白色完全跟iPhone一模一樣 就是 這我自己可能的白色啦 就是 左邊是 其他的功能 右邊呢 把它分類 這也是我們這個 In-App EY 去做了一個新的嘗試 這詳細的這個體驗 當然那個軟體進行會這樣 但是我其實蠻喜歡這樣子的 因為 完全是一模一樣 完全是我自己喜歡的一個白色 然後 詳細的這個 我自己介紹 待會兒 那個研發經理會 再跟各位 詳細的介紹 那就回到我們剛剛的問題喔 Infos手機 賣到10888 全金屬的旗艦機 對 雖然我們從 15000塊 降到10888 但是大家好像還不自得滿意 而且我們內部也一直在商討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在想一下 一樣用全金屬的手機 螢幕讓它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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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相機稍微再加一點點 後度呢 稍微讓它再厚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 一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去設計了 這支C的全金屬總結 全金屬總結的手機 一樣是全金屬的外方 像M808 下一頁 一樣是喔 全金屬 概念完全跟M2一樣 有一塊 留一鏡 去切膠 人家都說摸起來的口感 哇靠 你不會是超Icon的吧 我們是不是把Icon的全部都摳過來 沒有 人家左把鞋跟我們不太一樣了 但是呢 我們技術的功力是跟它有個一模一樣 就是一樣 一塊鋁合金全部消掉 跟外面一把 有很多手機 它也是號稱全金屬 但其實它是金屬方 只有我們這個真的是 一塊金屬 然後去做18道工法 去切膠而成 那 下一 不好意思 有人就要 上一上一 有人就要 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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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概念呢 一樣會在這支手機上面 然後 揚配上我們 新的這個 融合的設計 同時 同時 搭上 M812沒有的一個顏色 金色 金色 然後大家還是入到這兩條 有兩條 這個大家 很常選人家 購弊的這個 黑色的金線 還有上面的這個 塑膜膠帶 這個 塑膠區域 這個 這個地方的設計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品味的風格出來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 可能跳過去改這個 顏色 這是一個混淆題 也就是說大家可以拿 什麼你知道嗎 大家可以拿 可以拿那個 其一筆畫 你知道嗎 還是可以畫 所以你一樣是可以去 改變你自己的 顏色 改變你自己的 品味 改變你自己的風格 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 發想了這支手機 好 跟各位來講一下 這個規格 那個硬體 那個硬體 跟我們來講 那個硬體 跟我們來講 除了第一個 是H812的金屬 的工藝設計之外 剛剛講了 我們從5.5吋 希望呢 將 成本再往下降 達到 在這樣子的價格 在裡面 第一支群金屬手機 有5.2吋 好 最近這個 是5.2吋的 衛理螢幕 同時呢 相機呢 我們不要降 因為大家其實 不管怎麼樣 我們覺得 相機的體驗 還是要有的 所以我們 前視訊 主鏡頭是 1300萬發速 只是我們的 降了一下 我們的前視訊鏡頭 從800萬發速 降到 500萬發速 然後呢 使用的是 八核心的 連發歌 把這邊都 不詳細講 好不好 下一頁 來一點 好 下一頁 那這支手機上 在體驗的時候 跟人家 不太一樣了 包含 相機的1300萬發速 還有我們的 高速的錄影功能 其實我還蠻喜歡 它的錄影功能 不管 那個相機 相機 但是呢 我自己個人的體驗 我是非常喜歡 使用體驗的功能 包含 它 多種的 相機的 濾鏡的模式 你可以在任何的場景 任何的能物配置 底下 去拍到一個 完美的照片 那我講的其實 沒有什麼意思 我們應該要 現場拍一下 所以我先去找一下 進去拍一下 跟它拍戰時拍 好不好 好 那我這個時候 從那弄露配的 腳怕會有什麼攻擊 好 待會我們再一起來看 來 好 下一頁 我們說 上一頁 我們所使用的是 1080T的 高興 或零五 包含前面所講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其實他們那個時候 在做這個 做這個螢幕的時候 當初做起來 其實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本身有參與在這個 參與在這個 參與的這個情中 尤其是你要跟這個 金屬的 後殼去做一個 結合 涼綠 其實做得這樣 比較好 所以我們在修改這個 修改這個涼綠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把 這樣子的 五點二順的螢幕 五點二順的螢幕加進去 但是呢 我們沒有去 改 任何的材料 這樣提到 1300螺化素 77度的廣角 還有 智能對焦 不過我在想 既然 我們的 TG都站出來 我們一定要把它拍一下 來 對嗎 再在這裡 這樣子我很吃虧喔 這樣子我很吃虧喔 是 我還是跟他們一起拍吧 來 一 二 大家 一 二 其實問之虧 我為什麼要表現這樣 這是77度的廣角 裡面知道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功能 因為這個功能 我們可以 所有的人都拍到裡面去 只有一個人會碎 就是長進的那個人 只有他們碎 就可以不用再靠 自拍吧 按 按 按下一頁 剛剛我說過 我很喜歡這個的 錄影功能 因為我剛剛其實也 詳細的這個 之前我就詳細的錄的這個 功能 這個功能在 調教上面呢 也是被我們這個 產品規劃的 整天一直嗎 一直嗎 整天一直改 一直改 一直改 希望能夠改出 品質很好 至少 不可以輸給 某一個廠牌 這個智慧音效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 那個 音效聽的人一直在 調整的 他就是不希望在 音樂翻出來的時候 會產生過音 或產生體驗不好的狀況 那 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回到 原先我們在想 這個消費者體驗的部分 到底是聽耳機的人比較多 還是直接翻出來的人比較多 然後再來決定我們 要不要去調整這樣子的一個面 結果發現呢 還是有人習慣 將音樂 直接翻出來 因為我當初的規劃是 我覺得不需要特別 花精神去調整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聽的時候 還是習慣在聽耳機 不過我們去做消費者調查的時候 其實還是很多人喜歡 一會兒他家會把音樂打開來 然後就放在那邊 給他一聽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還是有做特別的一個 調整 去 調整 它在高頻跟低頻的人 會變比較銳利 不論你幾天再放快歌 不要賣歌 尤其是放快歌的時候 它整個 音效體驗不好的地方 我們這次一避比較大改進 我們幫大家下一個 雙天鍵的設計 這個一樣 我們優先改 體驗不好的部分 只要是之前 你有聽過 我們前面的手機搞不好的部分 這是我們優先全部都改 第一個 GTS的部分改 收訊不好的部分改 這個部分 主要就是改 收訊的部分 只要是上面的收訊不好 因為有人習慣這樣拿 有人習慣這樣拿 除非你今天的手運 一點都算還要大 我們就沒有話講 但是不管你是怎樣 一個消費者 不管是怎麼樣 一個消費者的習慣 它都可以自由的去切換 讓你訊號鼓死掉 這是我們在天線上 做的努力 雙四巨雙塔雙蛋 側邊是 我們可以不要想張自己拿 4G跟2G可以同時 同時切換 像我就很常 我可能會去 中國 我可能會去 印度 所以一般很小 我就會 這個工程對我來 就很方便 因為我到 不管我到印度去 還是到中國去 我還是需要網路 所以我只要一下 可以立刻去切 就可以立刻去切換 就是我覺得 對於商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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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用的 然後呢 我想特別去講 這個 特別去講 這個電池 因為我說 你看 只要是去年 你們提到 只要是去年 有任何副品發生的情況 這次我們全部收看 包含這個 電池的部分 我必須要來導致的說 這顆電池 跟以前的電池 不太一樣 因為之前的電池 實在是嚇到我們所有人 不然是嚇到 其實雖然消費者很害怕的時候 老實說 我們超害怕 我們每天早上起床 最怕的電池 就是打開電視 然後 每天早上一進到公司 我們最害怕的就是 電話 來告訴我們 我們的電池發生的事 所以我們經過了這個部分 我們優先改它 我們之後我們推出的 所有的新機型 全部都不用原來那個電池 我們把它前面的部分 我們幫你畫 後面的部分 我們不用原來那個電池 我們用什麼電池 我們用跟我們家產商 一模一樣的電池 大家可以去瞭解一下 這顆電池 這顆電池 就是跟 iPhone很像的電池 不習慣說 只能說很像 不能夠說一樣 說一樣 等一下 從我嘴 從我嘴巴都算得不好 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很厲害 好 這邊今天呢 是我就想要 特別去介紹的 這個868的這支手機 那我希望能夠再稍微帶一下 M808後面的一支 M370 但是M370 我不在這邊特別做多的介紹 因為我們這邊還在調整之中 但是我們的概念就是希望 能夠再將 這個客群呢 再載 載在 除了我們全金屬的旗艦 全金屬的中間之外 我們希望有一支 EVOX手機的入門 只要是能夠 想要體驗一下EVOX的手機 想要先嘗試一下EVOX的科技 我們還對於我們的品牌 不總有信心的 我們可以先從那支入門門開 入門門開始 所有人就是 使用 心理之高 然後 非常熱心的手 非常熱心的手機 我們的客群呢 目前不管我們到底賣的客群 是怎樣的客群 但是我們想主攻的客群呢 就是25到35 我再重新 我們再重新跟各位 去解釋這個部分 不管我們最後賣的 不管我們現在賣的 跟之後賣的客群是怎麼樣 我們的主攻還是在 15到35歲的年輕的客群 因為我們3C 3C的手機始終來自於情感連接喔 尤其是現在的手機大家都做的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營養 反正你做什麼 我只要百秒 我可以出一支跟你我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 這樣子的一個感權的 能夠 能夠延續下去 讓大家 至少第一支手機 就能夠用Infos 這是我們所希望達到的 只要你能夠用 一支Infos的手機 只要你不要有信心 你就可以一直往下用 從此去推搭 因為 就是牙中的退伍的現象 我們希望能夠優先去抓住 這樣子的一個客群 希望能夠讓他們記得Infos 能夠進入他的品牌的選擇瞬間 不管怎麼樣 當你在選擇手機的時候 希望Infos會是你們 其中一想選擇 你可以不選擇他 但是 希望你們能夠把他 加進去 去做比較 就是我們目前 想要去 想要去做到 首先進入 消費者行動的品牌分界 就跟波浪咖啡一樣 這邊各大 各大院下的波浪咖啡 他們在裡面其實是沒錢的 但是他們想做到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 只要是從這些學校出去了 永遠會記得 波浪咖啡這個品牌 你會知道你要喝咖啡 你就是要進 你就會想要找波浪咖啡 那我們手機的品牌呢 希望能夠採取一下 我們進入 年輕一代的 消費者品牌的瞬間 你甚至可以買了 小朋友 這是比較 比較常看到的 比較常看到的狀況 但是我們的 品牌的選擇的瞬間 是我們 今年 有些想要打進去的 好 那個 我們把那個 各位的介紹給 趙主任 我們把時間交給你 好 非常謝謝我們主持 金城武 我們帶來這一段 精采的介紹 那接下來 我們要歡迎 Infocus的軟體研發經理 Oliver 我們來說明一下 手機內建的 In-Life系統 店面特色功能 讓我們掌聲 歡迎Oliver 大家午安 很多 有些手機網上 去年有看過嗎 很開心 今年就可以再看到大家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In-Life UI 2.5 那所以是為什麼 去年是In-Life 可以是今年的日 那今年我們推出了In-Life UI 2 等於是一個全新的改版 那這個當中 我們其實經歷過蠻多的 辛苦的過程 因為其實坦白講 我們這個 產品 這個品牌呢 就是 一次以來走的是高 11率的路線 那它在軟體研發的 這些資料 過去其實坦白說 不是放像硬體那麼多 那在這邊呢 我們一直在想說 什麼是消費者 最核心 最真正想要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然後能夠把資源 集中在對的地方 那過去呢 在In-Life 1.0的時候 其實我去年就是代表這個 產品 以UI的單位來做報告 那其實在過程當中 我吸收到很多 都會給我們的建議 那回去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常常跟就是公司的同學來分享 把這個觀念呢 這些使用者今天的觀念 帶到我們今天 以硬體為核心的 這樣一個 產品的 這個團隊的名字 那像我們老闆 其實在 威格方面 硬體方面 過去是非常嚴格的 他是開會的時候 都喜歡給我們罵 罵善自己 就很兇 告訴我們說 他 就是 這個怎麼做 或者是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那在UI上面呢 其實過去我們這個團隊 有些人比較少 那我最常說的 我也常常說 三字經跟下個字 不是他媽的三個字 就是我會說 部落客 部落客 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裡面的人 不見得知道 User 想要什麼東西 所以我常常去 公司裡面 去分享說 原來小輩子想要是什麼 部落客小輩子是什麼 那在這一年當中呢 也可以看到很多 在我們裡面的發展 跟裡面的人 來改變 重新用這個 VLive的角度 來做這個思考 那是怎麼樣的一個想法呢 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離開了一個概念 希望說 手機的產品 能夠回歸到生活裡面 所以 E-Live呢 就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也是跟E-Focus 講的一個故意 就是說 我們回歸到簡約樂果的概念 一個很輕鬆的手機 一個很easy的 不只是從價錢裡裡 它的UI使用的路面 是很樂果的 快算很easy的 那美好呢 相反就是說 不管是從我們的外觀 我們裡面的UI的視覺的設計 甚至是我們相關的 例如說 CAMERA方面的功能 等等的 都能夠做到一個更美好的展現 我們用一個簡約樂果 如果在靈活之間 很容易的 就可以分享訊息和概念 把它融到手機裡面去 好 慢慢下一頁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 今天可以看到一個 三個 Live House的一個風格 就是一個樂果的 很輕鬆的 在生活裡面上的UI 但這些顏色 有一些快樂的感覺 我們下一頁 可以看到 圖章設計 這個UI給大家講很輕鬆 就是不是像說 有一些女孩 他做的比較生命的風格 或比較技術的風格 我們希望 我們就像 在我們家裡面 這樣子的感覺 那在色彩水龍上面 我們第一個 想要一個邊色的感覺 就是像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各個五種顏色彩都組合 那這邊呢 我們再從色彩方面 我們去聯想說 那每次色彩 是不是有它的情緒 有它的要性 例如說 我們可能想到 一些 多媒體的東西 是比較高的 我們用這個 操控色彩 那工具呢 我們要設定這種東西 可能是比較 technical一點 我們就是用 這個灰色 這個顏色 帶給大家 每一個顏色呢 你在找各種功能的時候 都有一個心理的一個連結 就是說 圍繞上一個變成的中心 所以今天我們還是要找一個 比較tanky的感覺 對 對 我覺得 在各個 應用裡面呢 我們可以找 如果這樣一個元素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在天氣 這個天氣的這個 以外呢 是會隨著氣溫啊 隨著天氣的變化 它有不同的顏色 反正熱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紅色的 那我們希望 以外 或者是冷冰冰的 這樣子一個東西 而是會隨著你的生活裡面呢 各式各樣的元素 來一起的變化 OK 那接著我們也想到 就是我們希望手機 當然講到手機 希望能夠輕鬆的使用到 那手機怎麼樣 能夠用的比較輕鬆一點 我們常常要是手機 你看好 就是 桌面上一大堆APP 特別是我們這些玩家 裝了越來越多的東西 那每次要再整理 好 希望能夠輕鬆一點 所以我們推出一個 智慧資料加的東西 希望能夠聰明管理 這些APP 我們看一下 OK 這個資料夾呢 它可以自動的 它會分析你的使用的習慣 自動去幫你 找到你最常用的幾個APP 它可以自動放在這邊 好 你剛開始呢 可能常用喜歡用 拍一個Facebook 好 那最近呢 好像流行一個叫E7嘛 那一開始 每天它是上這個E7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 你隔天啊 這個資料夾 你這個最常使用 這邊多了一個E7的這個item 那它是為什麼 它會去學習你的使用的行為 那另外就是 我們玩家也常常用到 每天在裝新APP 對不對 裝了就跑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我自己常用這樣子 好 那我們做一個資料夾 它是可以自動 也會把最新安裝的 永遠都跑到這個地方去 那很快的 就可以在桌面上 可以輪到最 最長最新安裝的東西 那你每天都可以玩 這些 這幾個禮拜呢 裝了這8集 我每天都可以把它玩一下 很輕鬆的 就可以找到它 那接著呢 然後再講這個下面一個公園之前 希望跟大家一個小小的 玩一個遊戲 送大家一個講話 這樣子 OK 那 這個 大家可以放這個畫面 這是我的手機啊 然後玩一玩 工精通過也就是這個樣子 那 有時候呢我想說 我要把這個人 這個聯絡 工具類的放到一個頁面 然後這個工具類的 我要放到一個頁面 以前大家很麻煩對不對 大家以前怎麼操作 我也是這樣 跟大家示範一下 就是以前 大家在這裡 這個東西 好 也就是說我在 我在這個畫面 我要把這個畫面 就把它放到這邊 我是要把它放到旁邊 一個一個 慢慢的這樣子 然後 把它放過來 然後這個紙的呢 我也是很難 慢慢的這樣 把它過過去 一頁一頁這樣 把它放過去 不要花很久的時間 好 然後等一下有功能 在講這個功能之前 先讓大家體驗一下 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叫APP伴家快手王 那我們 這個遊戲呢 等一下會有一個任務 就是請大家 把手上的手機呢 APP整理成 跟我們這個畫面 這樣 那現在呢 各種呢 二組可以選出 一位3C的 最厲害的 APP伴家快手王 是誰最厲害 操作手機的速度最快 我們選出一位來參加 我們這個明顯 好 那我們請這組呢 我們先選出一位配表 那如果你是代表 我們會先起立頭好 沒有沒有 那你再推脫對不對 回去玩 來 趕快我們這組的代表 我們先站起來 對 我們贏家一樣 有獎品要送你喔 所以你要措施那個體會了 快點把問時間 好 來你們這組 誰要站起來呢 阿輝 阿輝 阿輝是一起立 好 那這一組 你們誰要站起來 好 好 拜託你站起來 那我們後面這邊呢 大家先不要看你頭 好 最後 第一 好 站起來 那我們請大家先幫您的手機 放到我們桌子的中間 好不好 待會我們倒數321開始之後 我們再開始拿起手座 來做這個動作 先跟大家講一下 等一下下一張就是題目 所以不要太著急 先不要緊張 反而會把這個桌面弄斷 待會大家玩的時候 如果有知道什麼地基金手持 麻煩這個第一關先不要動 然後我們第二關這樣用 大家待會我關這個 這個MATV的時候 就是像我們傳統的方法一樣 從這個 這樣子把它拉到第二根頁面去 然後再從這邊 再把它拉到第二根頁面去 請不要先 就是試探先密集這樣子 OK 那待會呢 我們請看下一張 這是我們的任務 這一關的任務 好 待會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個 這幾個 這幾個 這邊真的有九個這個iPhone 第一頁呢 請大家放紫色的 這三個 放到第一頁先 第二個呢 黃色的放到第二頁 綠色的放到第三頁 那最新完成這三頁呢 整理的呢 請舉手起立 然後會有機會 還想再給大家 OK 好 大家是不是準備好了 請把手機 準備 打在手上 好的 現場朋友你們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現在倒數 3 2 1 開始 好現場朋友你們 趕快把握這個時間了 我們如果行 先完成這個動作 馬上我們就會有贏家了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觀察一下大家的這個 進度如何 我看到大家都覺得很困難 對不對 好像覺得這個 有點可愛 有點複雜 那待會我們就要馬上來看看 Oliver有什麼神秘的法寶 可以來讓我們這個動作 變得更加的快速 更加的簡單 好有沒有 現場如果有朋友 你已經完成的話 請你舉手 好不好 請你舉手 讓主持人看 只要舉手之後呢 我馬上就會講 你送給你 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個遊戲 來挑戰贏家 時間已經過了42秒鐘 喔 還是我們還是沒有贏家 怎麼會這樣呢 有一個 有一個 阿輝我們把檢查一下吧 五十一秒 阿輝這是個快手 因為我們內部的原工還要傳 是 快手 果然是微工 OK 好 恭喜 請阿輝等一下這個 公文的功課來領取獎品 那我們繼續把時間交給阿輝吧 好 其實我很討厭做 抱歉 我最討厭做這種想法 讓大家做 那個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我們設計一個 方法 OK 好 我們設計一個東西 叫APP的 暫存空間 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在搬的時候 可以先把APP都上去 然後 就是可以讓你 放置 很方便的讓你們 好啊 客戶頁面的時候 我們要整理它 好 那例如說 大家給我們拍一下這個畫面 好 麻煩大家 到這邊 例如說我們要整理一個東西 一些APP的 我們就把這個 APP 把它拉到這個上面 左上角就叫整理想法 好 這邊一個叫整理想法 放手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走走看 這樣 然後這樣就出現一個 像這樣子的 戰勝區 好 然後告訴你呢 你APP呢 你都可以拔起來 你看他在我 全部都放進去了 有沒有 全部都放進去了 那他可以呢 幾乎什麼 放到別的頁 舉例來講 我這樣 例如說我要把綠色放過來 把綠色都按下來 把綠色都按下來 把綠色都放過來 這個螢幕可能有點Lag 大家不一定看 不過簡單來講呢 我再做一次喔 例如說我這邊有兩個紫色 對不對 我把綠色拉到整理去裡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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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呢 我們可以繼續拉更多的 只要點一下 它就一直往上去 螢幕有點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點它一個 就往上去 那就 好 所以譬如說我要把三個綠色的 這個是等一下 我幫你關鍵 要把綠色拉到這一頁了 對不對 我就把三個綠色交上去 選到這一頁 再打三個綠色的 再打三個綠色的交上去 大家想一下 等一下 可以一次挑戰的機會 剛剛沒有得獎 不要棄了 大家會發另外一隻手提上去 給大家再做一次挑戰 有沒有不了解這個功能的操作方式的 好 先麻煩等一下呢 你們各組也是一樣選出一 跟剛才不一樣的 另外一位第二關的挑戰的代表 選手出來 那 請確定他也不知道這個辦法 超久的 好的我們再邀請 今二號的另外一位朋友 每組一樣幫我們推出一位代表 那現在我們的工作人員幫我來發下新的這隻手機 那也請你們先不要動作 待會在我們呢 到處之後再開始來進行我們的遊戲 好 那首先我們要請問一下 我們的題目是什麼呢 好 為了公平時間 我可能要出問題請來一點 不過我們還是 用一樣的題目 做給大家看一次 一樣的題目 待會呢 把我們APP 好 紫色 綠色 黃色 來我先示範一次 看這邊的影片 好 待會呢 我們先看第一個是紫色對不對 我們 拉一個紫色的 上來 紫色上來 好 把紫色都交上來 一個一個交上去 OK 第二個呢 橘色的 來我把橘色都交上來 都上去 再來是綠色 綠色再交上來 好 今天大家呢 就 很快喔 紫色的 三個放下來 黃色三個放下來 綠色 三個放下來 好 全部都在這裡 OK 請大家考慮這個水槽 這樣可以最快速的過到第二段 好的 好的 我相信大家聽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現在馬上我們來公布題目咯 好 公布題目 好的 好 好 那就讓我們一樣要看看到底有哪位朋友可以從我們的第一名 好 那我們的時間一樣從零秒開始計算 我相信呢有了這個程序之後 好 已經有分了 六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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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了 這位 這位 非常厲害 好龍哦 好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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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第一次有人弄得這麼快 這個 不是 好像 但是怎麼樣可樂可以吃 好龍分 最快 好龍分 哈哈7 我們看一下鋼的鋼納瓦的感覺 在我們還可以用這個功能之前 大家花的時間是多少 是51秒 用了這個功能之後 心想休息 這個幫我審很多時間 很相信你可以幫所有的 Infocus的Io程式 大腳步的整理的時間 特別是像我一樣喜歡裝很多APP的 那接著我們看到 碰到我們整理過後 整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想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東西 第一次不是我講到的 是我媽媽講到的 因為我每次回家幫他整理手機 每次他都跟我說 那你要幫整理 為什麼要幫整理 在當整理完 下禮拜我回家的時候 面目整理 不知道是什麼 那這個APP 整理好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 不是我想我爸想 就是說 能不能做一個東西 把它鎖著 鎖住 然後讓大家不會 被你的小孩啊 被你的 爸媽不小心 不知道什麼樣的 弄成 亂七八糟一樣 一團那個 奇怪的一個配置 所以呢 我們做這個 鎖定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整理的地方 我們進去這個 Hitscript 這個man 可以把它鎖定 然後 在這裡 這鎖定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 這邊有鎖管 按全部鎖定 但之後回到 桌面上 這個Icon 什麼樣拖 它都不會弄這樣子 除非你把它拖到上面 可以叫解鎖 上面可以解鎖 這個地方 它常常可以 所以不管是 你可以小孩子啊 你爸爸玩啊 或什麼的 不會在那裡 像我們一樣 每個禮拜回去幫媽媽 這邊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相機大家去年有聽過 但是很多我們外面的消費者 我想 大家 三十一大人都知道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桌面的 不管是你是 他們喜歡用iPhone 喜歡用小米 他會喜歡這種單層嗎 單層就所有APP都在桌面上 這樣子 就是沒有一個 像Android這樣一個抽屜的 放所有的APP 所有的就像iPhone這樣 不是iPhone 那有些人習慣用Android 習慣用這個 它有一個 MPV 就是MPV的這個抽屜 它可以把其他都收在裡面 然後桌面上比較乾淨 這個功能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切換 通常我們 一般活動 都要少講這個 那希望大家能夠 跟更多的User 去參加這個設定的方式 桌面的選擇 裡面一個叫桌面設定 桌面設定 桌面設定進去 第一個就叫按雙承 這邊可以切換 我按雙承 這邊可以使一下iPhone 就是像我們可以說一下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所有的 在這邊 這個 有些 城市比較多的 線上比較好找 比較好找 它也可以 照使用的 最常用的 都在最前面 也方便大家 能夠找到 享用的東西 接著是這個 檢疫桌面 一樣是 就是 例如說 我們的手機板可以幫忙 就是 爸爸看到這個東西 他以前 看我們在Line 學的地方 然後他覺得 給我們來教育 是不是啊 他看到這個東西之後 他覺得說 哇 也是很年輕 我也是可以走這個 四回型的Smart phone 然後他接著 很快速的 能夠知道 怎樣用這個 可是 幫忙最近比較不一樣 然後你開始越用越來 他開始想要玩Line 所以說 以前 上面這個基本的功能 可能已經不滿 都能滿足少來 跟大家講一下 幫爸爸先加一個 Line到這個 主畫面上面 Line到這個 這個長得一樣 按到這個 按到這個 更多的這個按鈕 大家就可以把他來講 讓一些比較 開始 越來越智慧的爸爸 用更多的功能 接著我們 看到一下 相機的部分 那剛剛 大家已經有看到 相機的硬體 不管是說 在我們的8127件機 或者是說我們的 這個 808 這個地下高規的 產業上面 都是1300萬放數 那同樣的 他相關的軟體功能 也不會少 除了有這個 一般的拍照 清景模式 鮮景模式 美機這個是一定要的 剛剛有 有聽到我們的 有些 花朵最近在 在想要玩那個V7 就是說 要不要拍 拍一個影片 拍影片上去跟大家 分享直播那種的 他需要一個功能就是 錄影的時候 也可以美機模式 像我們這個手機 就有內建這樣 所以你錄影的時候 你可以其實看到 你的直播的畫面 你要拍影片上 我們Facebook的畫面 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接著一個 多角度模式 這等一下 給大家聽完一下 這個蠻特別的 你找一個東西 例如說相機 然後是 繞一圈拍照 之後可以看到 像是在移動的時候 跟他上一個全景 全景照 這些樣子 例如說 我這邊 能不能 給大家 洗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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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去做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拍照的一些自拍畫 等一下我 待會到這個 你首先體驗區 要跟大家示範一下 怎麼用這樣 這個功能 OK 好 那像我們順便提一下 像我們最高級的機種 還有內線器的人 更厲害的東西 在這個 發音樂手機裡面 我們有這個 譬如說那夜貌模式 大家看到某些品牌 出什麼暗孔叫 那種的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拿去看後 我們這個畫質的 細部的清晰度 還有雜誌的程度 夠比好 大家可以找一個 按那個地方示一下 那一樣的 我們有一些 最佳表情 每一天等等的功能 大家可以找手機 好 因為今天這個發音 也不是我們重點 所以我們就先簡單帶後 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除了拍照之外 我們整理普遍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時間 我們可以用地點 甚至 在我們房間系統裡面 有 人臉辨識 你喜歡拍 模擬發動 可以自動曼複製 給你們新的項目 這樣子 那除了這之外 我們現在 雲端越來越流行 我們這個 這個 標本 你的內線 都可以看到 名單音 像Dropbox 百度吧 Wordrive 等等的東西 可以讓它更浪費 我們這次很強調 這種 智慧聰明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看 一些功能 就是要把它做得更自揮發 像以前大家看到錄音 有沒有 裝錄音的程式 每次那個 不管是你的 什麼 我們先介入主 我們打電話來 就是你開始想要錄音的時候 你都要去用手動按的錄音鍵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會有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電話裡面 有一個自動錄音的設定 那它就可以 只要是那個人 打電話來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自動開錄音的功能 那黑名單的部分 它可以自動拒接 你就選這個很煩的話 可以自動拒接 那第三個 想先跟大家宣佈一下 這個 像外面還有一個訊息 在我們下一次 升級裡面 就是 很有可能會多做了 這樣子的一個按鍵 叫做電話 免費的按鍵 那這個按鍵 到底做什麼功能 你們要 現在我跟大家發一個關注 持續關注我們 另外有特斯特網站 還有本次團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按鍵 出現在我們的 撥號畫面 在右下角 這個很棒 除了很精明 很聰明之外 可以看到 什麼叫很聰明 這個東西是 像我們家老闆 那個在 拜拜還拍還行 就是 都喜歡去 灣東的什麼 都會去 兩拜 然後他很注重 都失誠 有些人也是 蠻注重這個東西 像今天發表會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9月20日 是適合這個開市 適合交易 所以這是兩針即時 我們從這個 這個MTV上面找到 那怎麼找呢 他給一個公演 就是說 例如說我們 隨一個時間的日期 從幾月幾號 到幾月幾號 出來是你要說 怎麼要駕駐啊 要拍市啊 要什麼的 他可以自動幫你去搜尋說 最近最適合做這件事情 的是幾月幾號 所以這邊出現 一個9月20號的日期 不是沒有到你 這種中心 你常辦的功能 大家可以多玩一下 在 例如說 我跟大家示範一下 因為這種功能 有時候常在裡面 大家不一定會看得到 大家可以到這個日曆的見面 你先去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日曆 你進去這個綠色 這個日曆的 icon之後呢 可以看到下面一個 比一熟嗎 不是記一熟嗎 對不對 這邊有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你會出現一個這樣子的畫面 就是跟我上面跟他一樣 綠色會是做圖喔 今天真的是還是不曉得 對 這個 不管是 那現場有沒有 有沒有俗車的 今天 今天衝 衝 衝一下 我 我跟大家 講一下 這個 這種抽選功能怎麼用 在右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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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 跟我上面一樣 有畫面 那不管是有的人 例如說 要 要結婚 要什麼 那我們按一下這邊 看你要做什麼事情 要什麼時間 要什麼時間 做這個 我 我隨便點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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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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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功能其實在我們手機裡面有一段時間 大概有三四個人 大家沒有發現長大人之間 就算一個長屁機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很多點長版的 這個 這個 大概也不會講到 我們大部分人員